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张庆林 在您的智慧手机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的APP呢 那么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个APP 不知道您手机里面有没有呢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健保署的健保快一通APP 好 在我们电话线上是 中央健康保险署的 医务管理组的 李淳副组长 组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健保快一通APP 这个APP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是的 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健保快一通APP 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好吗 发展这个快一通 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 让我们的民众 他能够就近就快 很快的查询 住家附近或是办公室附近 有哪一些院所可以看诊 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 也在这个APP里面呢 把我们民众去看诊 相关的资讯呢 透过那个健康存折 还到个人身上 大概可以做自我的健康管理 那另外就是 其实大家都很重视说 我到底缴的保费 缴了没有 然后呢 有没有就是忘记缴的这个情形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行动柜台 可以让你查询你现在保费缴纳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我如果要 我要做这个手术 健保到底有没有给付 或是我要用的这个材料 健保有没有给付 或是药品啊 有没有给付 或是之前大家看到那个新闻在讲说 那个材料啊 有一些自费的部分 那到底现在那个价钱 市场上各家医院收的价钱是多少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APP里面呢 都包含了这些方便民众查询 他就医的相关资讯 从院所查询 支付项目的查询 到自我健康管理 保费的缴纳 那另外当然有一个是 也可以查询健保的法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很多大医院的急诊很拥挤嘛 那我们也去搜寻了一下 现在政府单位有一些资讯 其实可以让民众了解 现在目前在各家 尤其是各大医院 急诊在等待床的人数有多少 然后让大家尽量不要去 那比较庸舍的医院去就医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急诊的处理 有些简单的一些 类似卫教资讯 也在我们这个APP里面 去提供民众这样查询 所以其实它是多面向的 然后广度很广的 就看你个人的需求 这资料真的非常多 你刚刚你有谈到说 这个行动柜台 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健保费的缴费情况 就可以利用APP缴费吗 基本上我那只是让你查询 你的缴费的状况 那可能你要缴费 还是要透过原来的银行的 那个网络银行的部分 好 那也很不错啦 你可以查询 像有时候我们的健保费 如果说不是什么公司帮你扣脚 有时候就会有点忘记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好好的 行动柜台 这个部分感觉上蛮贴心的 您刚刚还有谈到说健康存折 健康存折感觉上 它应该有包含很多资讯 到底有哪些资料在其中呢 健康存折里面 除了我刚刚讲的说 可能你现在目前的保费 寄收的情形 你的缴费的明细之外 最重要的我们有14种医疗的资讯 会回馈给民众 包括你去看不管是西医 中医 牙医 或是你有拿到什么药品 或是你曾经在哪里做了什么手术 或是你曾经哪一段时间住院的过程 它的这个相关的费用还有期间 我们都会在这个健康存折 可以让你下载 你查询当天往前推三年的资料 不管是门诊 住院 或是你的药品 手术 往前推三年的资料 都可以在健康存折可以查询得到你自己看诊的情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请院所 尽量将你们检查或是检验 或是照不管是S光 或是照差音波 内视镜或是电脑断层 核磁共振这些影像或是报告 其实我们也都有请院所来上传 那现在这个影像的部分呢 假设是文字档的部分 我们现在在健康存折其实是可以查 可是影像部分因为它比较大 也涉及因为它阅读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还是以报告型的为主 就是已经医生打的报告 部分可以在这个健康存折去做查询 那另外很多人出院以后 医院会提供出院的病例摘要 那过去很多病例摘要 其实都要自己自费买 那我们健康存折可以直接下载 你就可以下载你的出院病例摘要 那就可以看到 到底我那次住院的时候 医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甚至有一些事会提醒你出院以后 要注意一些什么 怎么样自我照护 那个讯息都在那里面会呈现 是好多 你看三年内的就医记录 什么样药品住院的情况 甚至一些书面文字的报告 比如验写报告那些 在上面也看得到吗 对 像我先回诊之后才看得到这验写报告 还是说不用回去之前 可能只有报告它就会上传了 现在是这样 我们是要求院所是 你检查完以后 有报告出来24小时 它要上传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是用鼓励性子 我们没有强制 那加上说因为其实检查验的项目非常多 因为我们现在支付检查验大概有2000多个品项 那我们是去折那个比较大众 比较会用到的 比如说例行常规的血液检查 尿疫检查 所以它有一定程度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完全呈现 不过我想可以大概80% 你们就是大家在医院所做的 比如说你胃镜的检查 大肠镜的检查的报告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查询得到 哇真的好多的资料在里头 但我们担心它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手机里头 下载这个APP 那万一我的手机搞丢的话 那我这些就医的资讯什么 不就被人家看到了吗 是不会的 因为其实我们健康存折 它基本上你要点进去 要查询到个人资料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一组密码 那这组密码是只有你个人知道 除非你分享给你的家人或什么 否则其实别人捡到这个手机 它点进去 它是没办法查你的资料的 基本上它登录那个健康存折 是要跟那个SIM卡绑在一起 那个SIM卡基本上那个ID是要属于你的 那通常人家会点你的手机去 你都会把那个SIM卡取消掉吗 基本上它认证上就进不去了 你要同一个人的话 才能通过认证 因为基本上你的SIM卡只要一取消以后 那个门号 因为我们是会去绑那个 用那个门号所绑定的那个当事人 那个人的ID才进得去 所以就不用担心 我上红最近推出说 可以看家人的健康存折 就是说我家人的这健康一些资料 我也可以稍微能够了解 是有这样的功能对不对 是啊 因为现在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开了这个APP可以查健康存折 因为早期其实是要插卡 而且要在电脑插 那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很少人在用电脑 他们就上班族才会 有那个上班的时候用电脑 否则其实一般人都是手机带着走 那手机带着走如果说能够用手机版的话 是比较方便 那后来大家发现手机可以下载自己的时候 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小孩 或是我的爸爸妈妈的 因为我也想了解我爸爸妈妈到底去看诊 到底医生怎么样开他的药 然后做了什么检查 检查结果是什么 那因为民众有那么多的需求进来以后 我们就慢慢去思考说那我们怎么方便民众查询 那后来我们有一个解套方法是 如果你是15岁以下 大部分都医父家长嘛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投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你中间的关系的时候 那个爸爸妈妈就可以直接下载小孩的健康存折 就是如果我的小孩医父在妈妈这边 那我本身也是被保险人对不对 那我如果去下载我的健康存折 我就可以一起下载我小孩的健康存折 因为在我健保署的认定 我知道他是您的眷属 那可是15岁以下是这样 那超过15岁的部分就要他当事人有授权 给我查 也就是我授权 比如说如果我有小孩 我小孩已经满20岁 他想要查我的 我如果授权给他 他就可以查我的健康存折 可是要我授权 对你要先同意 要当事人同意 否则这会会很乱 对因为变成各自到处跑 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还是要以 我当事人同意的概念 就有点像就是欧盟那个GDPR概念 就是我个人同意 而且我可以设定期限 也就是我什么时候就不给他看了 在我们系统里面是也可以做设定 好我觉得这健保快一通APP 应该每个人的智慧手机里面 都要下载才对 因为他功能真的是非常多 对而且他是免费啊 不用钱 我们这个APP不用钱 因为是大家的税金所开发出来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回馈给民众 那实际上我们健康存折里面 我们也去横向我们跨 卫福部跨师署的资料 我们也把它download进来 方便民众查询 比如说我们去做健康检查 尤其是国健署有给付那个生育防保健啊 不管是癌症筛检啊 或是说疾管署有给付小孩子疫苗的费用啊 那这些疫苗的资料 或是健康检查资料 我们其实也都查得到 是 哇好方便 明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请组长来跟我们再聊一聊 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怎么样去下载这健保快一通APP 我想他应该还有一些要做登录的一些 包括身份的确认的一些步骤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明天再请李组长再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好的 今天的节目内容 待会我就会上传到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朋友还可以回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中央健康保险署 医务管理组的李淳副组长 接受我访问组长 谢谢明天再见咯 拜拜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